去到外面天氣很冷嘛 然后胸部就喘不过气来 近两三年来年过八十的陈奶奶 深受气喘所苦 气候转润更让她受不了 我们门诊的病人大约增加了两成左右 这个气喘不稳定的病人 比如说像咳嗽啦 胸闷啦 或呼吸困难 她就会觉得变得比平常要严重 医院诊监坐满求诊病患 天冷戴口罩 秋冬流感盛行期间 意识提醒气喘患者最好接种流感疫苗 才能降低发作风险 气喘的病人的话 可能更容易产生气喘的发作 甚至更容易产生心肺衰竭 所以这时候的话 更重要的就是要注意 还是要施打疫苗 专家表示超过一半的人 容易因为类流感而导致气喘发作 不过流感疫苗培养是来自鸡胚胎 对蛋白过敏以及气喘恶化其患者都不适合 而是打前主动告知医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大一新闻小事节李明华台北报道 大一新闻小事节李明华台北报道